嗨,你好,我是逸婷,这是我的古琴笔记 中指入弦,向内是叫勾 中指向内弹入,叫勾 那它的方法注意事项也跟抹,全部都一模一样 甲肉肩半是正风来弹 所以手也不能够斜斜的,是中 正中风来弹 也记得弹过之后,指腹会自然的靠在下一条弦上 那注意方法,观察的要点也跟抹,全部一模一样 你的手是稍微放松张开的,尽量不要整个挤在一起 不要挤在一起,稍微松开一点 那整体来说,走晚它不可以往上提 至少放平,重心让它稳定一点下沉 这些人的主要是稳定的,尽量不要整个挤在一起 在《清代灰岩密指》中写到 沟时要把鱼指放开 不可全躯 本指平平耐下 勿得向弦下身挖 所以他就有提到放松这件事 稍微松开 那他说平平耐下 勿向下身挖 就有一些人他会不知不觉 就不是往内弹变成往下 在之前的影片中也有提到 如果你发现你的右边这块 有很多指纹的话 就代表你可能入弦的方向不太对 入弦方向主要是往内 而不是往下 往下很容易出噪音 这样是错的 所以请记得要往内弹 在《清代大黄格勤谱万丰格指法密尖》也提到 他是甲肉相伴 所以他是会过指腹跟甲尖 我在部落格也有一篇文章讨论指甲的长度 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会写在影片的描述栏里面 另外大黄格勤谱万丰格勤谱也提到 要重底清出 才得坚实之中和也 也是提到跟用力相关的 重底 清出 跟用力不绝 也有一点点像 他并非非常刻意的 暴力的去弹它 清代的琴弦入门也提到类似的 发一指头肉处 底弦 重底轻入 先肉后甲 亦须正风不可写扫 所以他是甲肉相伴的这个音 那也提到他必须正风 不要斜斜的走 手指跟琴弦呈现垂直的正风 好以上就是勾的指法考古 接下来是T 中指向外出弦 叫T 那其实跟勾的道理也是一样 只是现在变成甲背着弦 手一样放松打开 中指会微微的弯曲 中指不能够僵直哦 它是自然弯曲 用你的指甲正风向上 向上的斜上方45度左右 剔出 另外T这个指法也常跟勾一起出现 另外T这个指法也常跟勾一起出现 宋代择拳和尚节奏指法就有提到 因勾而有T 即则就勾式便是T 意思就是这样子 直接顺势甩出去 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连续的指法 另外清代大黄格琴谱也提到 中指向外出弦曰T T不可太刚 太刚则爆 指又不可太深 太深则拙 惊人往往以指拙琴面剔出 则非爆即拙矣 简单来说就是你的T的预备动作 不能直接摸着琴面往上甩 就很容易卡住 或者是音色不好听 故法以走腕平弦令指得活泼之机 然后用甲尖正正剔出 则申可得清和之志也 所以我们也是平着底弦 或者是顺势甲出去也都是走腕后面这个地方 它是平的 它不会是往下摸 这个手指头往下摸的 清代余古哉琴谱也提到 它是用甲尖正锋弹出 则生有魂厚之意 所以T也不是不能够斜着弹 它也是正锋 或T出底的前弦 这样也是错的 T出底的前弦 至赫浅生死无余韵 亦是指弊 故夷旋落 故旨夷旋落 与条法相似乃家耳 所以它是不会往前这样靠的 它是往斜上方直接出去的 跟不搭弦的这个条 意思一样 宁国同性格执法西维讲到 甲背着弦向外替之 须刚见进拔 他的意思是 我们条是要大指辅助 那中指的T不需要 如果你这样子夹着弹 也有一点奇怪 就变成莲花纸 不需要 因为中指本来它的直力就很强了 那他也提到 勾替叫磨条为重 但不可太某 若其重如绝 则成杀伐之音 简单来说就是不要太暴力啦 不要太暴力 很用力的去往上去 往上去拨它 大概是45度角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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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